歡迎來到Science Journal 今次這篇文章是少少長的 它說的是Let's bear deduct 看照片再加上下面這張照片 其實你感覺到好像想在黑暗中生一棵食物出來 我們來看看 即是幫到太空人手吃菜 其實都會跟我們本身在香港DSE Curriculum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即是Photosynthesis和Respiration 是很重要的關係 我們來看看它這次是說什麼 它就說 用來目標20年之內就可以將人去到火星 但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就要將一萬公斤的食物 一起移動過去 但其實就不只是食物就可以了 即是不只是給卡路里 其實都要有那個質感 Freshness等等的情況 所以其實中間 其實我們都需要去種到一些東西 因為有植物 我們才可能有機會有動物 當然不一定有動物 但問題是沒有植物就沒有動物 即是基本生物幫你同學的知識 所以其實這一段其實就用了一個Situation 之後用Number去令到Situation 可以讓大家理解到 既然它就說到一個Solution 即是我們嘗試就要在黑暗裡面 就要種植物出來 其實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就是這個Robert 其實就嘗試去做他們自己的 Gardine裡面 就是用Artificial Nutrients rather than Sunlight 其實它就需要重新去開那個Metabolic Pathway 即不是brand new 但它是re-recon 即是存在 不過停了 其實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Pathway 就在Germination的時候 當然你說完全黑是可能 但如果有一點點光 其實植物都會生得很好 其實有機會有一點點光 這些植物都會生得很好 這些Modified Plants 就可以 survive 但就不是Strive Strive就是生得很好 在Light Free Regime 即是它也生得到 未至於現在的能力來說 當然是很好 於是其實 剛剛的Robert 也贏了NASA competition 因為NASA正正是美國的太空總署 這個Vision 有人會覺得是好煲 即是這位女士會覺得是好煲 不過是值得去試 其實當中就是要用到一個 Genetic Tricks 和一個Nutrients 是要特別去做下去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介紹一下 Jackson Jackson 其實本身就是 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就是他看得到 是可以在那個直黑的環境裡 用Exitate 是可以生養得到的 之後 跟這個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我們就發現原來 其實是可以把 加電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Exitate 簡單來說 我們只要找到一個 持續提供到Exitate的方法 就有機會令到一些 因為是可以生養的 所以是因為 你只要有太空人就有 水的話 其實太空人也會有 這個存在的 電也會有 因為他們也會用太空人去推動 問題就是Exitate 現在正正是這個科技 所以就滿足了Exitate的製造 所以就有機會可以做下去了 其實呢 兩隊 是會去 一起的 其實剛才就已經把那兩隊 說了出來 之後他就說 這兩隊的人 其實就一起去嘗試 做一個 Deep Space Food Challenge 就是 讓NASA 去提供的一個活動 就嘗試去贏 其實最後 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其他人 是贏得到最後入圍的 其實這些 很厲害的 在紫色這裡 其實你看一看 都會覺得他們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們也會說到Stamp的時候 在另外一篇的時候 會再說多一點 其實是怎樣去做一個研究 或者怎樣去看到這篇Paper 今天我們就先集中在 講那個文章本身 在這裡去種東西的時候 他就不是一開始種棵樹出來 或者種稻米 其實他會覺得 Mushroom、East、Algae 這些Hecto Floss 是會容易一點點去處理 因為其他implant 就會純粹是Octotroph 就是只是靠太陽光 於是他就嘗試 配置這些Exit給他 去看看Curve Cycle 裡面可不可以改變到他 這裡是 中五的同學 都應該大概有了解 什麼叫做Curve Cycle 其實就是有那個Sugarli 那個Curve Cycle的時候 就跟Exit CoA 就黏在一起 中間的過程裡面 製造了二氧化碳 也都會生成到不同的Energy 現在他用那個方法 就是我現在丟了Exit 就跟Exit CoA 黏在一起的時候 就令到他馬上走出來 你看到其實就少了很多能量 因為這裡只有一個點 不過 少就是有 我經常都會跟同學說 有和沒有是第一個問題 多和少是第二個問題 這裡是有 但少就是有 簡單來說 我們有機會 就不需要用陽光 我們直接就這樣 就不需要拿他本身的Sugar 繼而他可以提供能量 給他日常生活 於是其實 Exit CoA 就是說回 Chemistry的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Exit CoA 本身只有兩個Carbon 所以他沒有可能 衝過脫掉那些Carbon出來 會產生多能量 為主要Active Pathway 他都用到CRISPR 這個Genetic Modifier的功能 令到這個Cycle 就Bypass了其他東西 之後就 其實他就說 剛才也有說到 其實本身在Germination的時候 都是會用這個Pathway 不過當他真的成長的時候 他就會停掉 現在就E-Activate 其實Human也有近似的情況 就是在小朋友喝奶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一般小朋友 都是喝奶大 所以他就需要 我們可以處理到 Milk裡面的Lactose 就是乳糖內症 如果沒有了 就有著名的乳糖不內症 所以其實他嘗試 就是做一些差不多的東西 在植物裡面 他們就嘗試去做這兩個Gen 就是ICL和MLS 就是剛才說的這兩個Gen 從而令到他可以走到這條路線 但是他這裡也說得到 Exitin is not the only potential food source 因為剛才我一直說用Exitin 但是也有其他人會嘗試 不只是用Exitin 例如可以是怎樣 他都會說 因為有其他植物 可能會用其他更加好的 他說 Adapting plants to use sugars Applied artificially May not require the extensive rerouting of plant metabolism needed for Exitin 因為如果他不是太空 那麼嚴重的環境 可能在地球裡 你直接給糖去 他直接走正常的Crip Cycle 那就容易簡單 就是不用偷那麼多寶 他就繼續說 他嘗試和一些 的plant transformation center 再合作 他都會說得到 其實這個 團隊嘗試 for making vitamins B2 in the lactose to show that the dark red plants produce a vitamins abandage in space 因為其實就是講得到 正常來說 這些 動物的Vitamins 就不在植物裏面做 但現在反正都會模擬 做多些 令到植物都可以做成V2的話 亦都可以幫助太空人的需要 這些種植物出來的時候 當然有時候會矮一點 但他就持續改善他的功能 to make it really active you need lights to turn on some expect in development 就不是全黑 你有一點光 會生得好一點 所以Jixon繼續說 only tiny amount of light 1000 times less than the normal needed for plant growth maybe enough to trigger the key developmental steps 就是給少許光 很少千份之光 都足夠他們用 以至於可能到這裡 他就講得到有另一個人 report就是可以將 carbon dioxide和water 這些compagnum 就可以做成V2 這些也是可以做 另外一些potential source 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 其實還有什麼可能性 這篇文章也講到 for the high-priced vegetables it may make sense 就是我們因為要將它 種得很密 好像這裡 這幅圖片種得很密 其實他們都很難有觸控的陽光 就算你真的被觸控的陽光 其實它的cost都很高 因為你保持整個大環境 都是要錢 所以如果有能力令到他們 不需要太多陽光的話 其實都可以減到cost 也減到intensive 的laboring 這裡就是因為這些叫做Vertical Farming Vertical Farming Vertical Farms usually on average7x on the energy of regular greenhouse 就是用多很多能量 因為它要開著LED燈 所以如果這個技術更加成熟的話 都可以幫得到這些垂直的龍蹄 好了 我們試試總結一下我們學了什麼 所以是看什麼了 所以這個文章是關於什麼 這個文章是關於 這個文章是關於 用於滑動的路線 並非用光 那是 photosynthesis To hydrate the creep cycle, the modified oxalated cycle is used refer to the figures above To activate such pathway, gene modification is required Besides, excitates should be provided 因為一開始本身丟掉的書格 但如果你要走這個 pathway,你就需要走 excitates This discovery is in pair with the technology that sip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with electricity to produce excitates Trust, it can be used in space exploration 因為你合起來的方法就是把二氧化碳和水合起來 你出回 excitate,你就可以配上來,就可以做到這個步驟 So how is it related to me? Again, it is a great example that science is an ongoing inquiry and we should adjust based on new fundings and evidence 傳統來說,很多時候都會跟同學說 植物無藥君就會死,諸如此類 這個是建基於我們現實有的能力 如果我們的科技上改到一些新的植物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原來植物都可以不用靠過 就能滿足了某些貼片 這個也是一個典型的科學發展的情況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To article clearly stage two possible applications Space, high-cost vegetables 這篇文章也很好的 他也說到這些發現和一般人可能有什麼用 或者有什麼應用 他也清楚地點出 希望看完這篇文章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了解得到 原來植物都有辦法在無光的情況下生長 但是要怎樣做呢? 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幫得到大家了解到科學的發展 暫時到這裡,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